大家好我是啟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这两天马云上了中文媒体的头条,原因大家都知道了,马云被罚款128亿,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几乎是处处不顺,先是蚂蚁金服被叫停上市,后来他投资的湖畔大学也被逼叫停,如今企业又被中共指责垄断市场租巨额罚款, 对此,风银对马云的各种传闻也不断发酵,有人说他在一次私人酒会上骂习近平,有人说他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银帮,先成为中共内斗的牺牲品,有人说他是中共搞国进民退的叛脚石,有人说他有政治野心,因此成为中共党魁打击疑己的目标, 这样马云到底属于哪一种呢?对马云来说,被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个人觉得是好事,等于他是软着陆。 大家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没有罪,亦有罪。 2021年4月10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指这个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违反反垄断法, 扎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他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亿元的4%的罚款, 合计182亿元,这也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最高的罚款金额。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称阿里巴巴濫用自己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 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的要求,禁止或限制平台内商家到其他平台开店, 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同时侵犯了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 还有是2021年4月4日马云创建,专门培养商业精英的湖畔大学已经被停止招收新申。 原定今年3月底,开学的一年级学生入校注册已经被叫停, 新申注册何时恢复呢?就不清楚。 也就是说中共当局打击马云的行动正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教育。 2020年11月3日马云科技集团上市计划被中共监管当局突然叫停, 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发出的通知中可以看出, 叫停的决定和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云和监管机构是这个移动支付业务的监管问题, 发生的争执有很大的关系。按照原来的计划, 马云科技将在11月5日在上海证券市场科创版上市交易, 马云科技集团从阿里巴巴集团分出来的移动支付业务, 据专业机构评估该公司的市值大约为3150亿美元。 这个当时报道很多了,我们就不详细说, 他们很多人都说马云可能捲入了中共内部权斗, 这样这个就肯定了,马云这么庞大的一个集团, 他现在涉及的业务在中国,他已经涉及了教育, 还有这个银行的支付,再有一个就是媒体, 这个都是中共最担心的,尤其是媒体, 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洗脑,因为他用的就是所谓媒体, 这样马云他,买了这个南华早报, 还有他在这个微博里面有他的股份, 这样的话中共是非常担心。 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阿里巴巴集团里面,有一个人好像是一个高管, 搞了一个婚外情,大概是这件事,就是这件事被微博曝光了, 在网络上就当时都比较火,后来这件事突然间在网络上消失, 据说是这个中共调查发现, 这件事为什么会平息下来? 是因为马云背后,因为他在微博有股份, 将这件事被压下来,这样这件事对中共来说就等于是激怒了中共, 因为你已经可以控制舆论了,马云还可以控制经济, 再有他还可以培养人才,中共他是非常害怕,尤其是习近平, 他是不允许有这个不同的声音存在,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搞了个小组, 那个小组搞了十几个,就是为了他的夺权, 向这个独裁者走近一步,所以说马云, 他是踩了中共的红线,踩了习近平的红线, 所以他这次是软着陆,我说对习近平来说其实是很危险, 这样跟着下来,我们看习近平到底是怎样危险, 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3月17日的报道, 中国政府已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媒体资产, 包括出售香港南华早报,还有减持新浪微博等等这些股份, 以削弱阿里巴巴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力, 还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共长时间调查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股权结构, 发现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文过孙,江志成, 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柏譚等等这帮红二代, 他们都是蚂蚁幕后的秘密投资者, 外界揣测中共处处打压马云, 一方面是中共不再相信马云这类红色支援家, 另一方面是因为马云被卷入中共内斗、权斗, 当然这是肯定,因为马云是江泽文的人, 不是习近平的人, 刚才我们提到马云软着陆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危险, 习近平没有对马云赶尽杀绝, 其实对习近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对马云来说,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相信马云现在可以睡得安稳了, 当然是睡得很好, 因为他逃过一劫,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马云背后的人是江泽文, 江泽文贪的钱多得不得了, 如果说放过马云等于是放过江派, 但是江派绝不会放过习近平, 等于是放虎归山, 目前习近平和江泽文有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呢? 给习近平三连任, 这个我们还未知道, 跟着以后的报道应该会有消息释放出来, 但是有一点肯定的, 江派会反击的, 如果说妥协, 他也是暂时的, 因为习近平和江派已经妥协过很多次, 但是运气永远不会只是站在习近平这一边, 马云的软着陆对习近平来说是再难, 他又得罪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习近平能得罪的人几乎都得罪了, 有时候真是为习近平的智商着急, 一条路走到黑的他或者, 那也是他的命, 现代版的独裁者就是这样连成的, 因为2021年我们已经说过, 不是习近平亡就是江泽文死, 这样习近平现在放过这个马云, 但是马云的江派,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习近平,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 用这个钱能解决的问题, 对马云对江派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这件事对习近平来说, 真是一个灾难,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多谢大家!